2023年9月8日10点12分 据央环球网转的央视新闻客户端 记者8日从内蒙古厄尔多斯多个信息员处获悉 厄尔多斯一顶生态农业开发公司高压气体喷出 发生事故 从事故现场找到了一名死者 目前已经有10人死亡 3人受伤 据悉7日15时40分许 已经发生一天多了 杭锦旗独柜塔拉工 拉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难读 杭锦旗独柜塔拉工业园 一顶生态农业开发公司 气化车间发生高压气体喷出事故 导致现场多名在高处作业的工作人员被喷射坠落 评论 乌兰浩特钢铁厂事故比这个还严重 全压下去了 这啥意思啊 好 有另外有一个叫问情看世界的啊 有一个报道啊 说九死啊 八一八 一工厂发生爆炸 试验披露 企业黑历史被扒 施工单位被曝光啊 就是说的这起事件 他写这个帖子的时候 还没有是死死了 现在已经是十个人死亡了 有人认为这个九死和十死 嗯 说是这个有区别 如果是九死呢 就不用上报啊 就是省级的啊 如果是十死呢 就要上报 2018年一顶公司投资7.56亿计划 新建计划炉项目 上海环球工程有限公司 承办该项目 这个严重的事故 就是发生在这个车间 上海环球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1年 注册在上海 业务涵盖工程设计 总承包 咨询及设备成套 塞了一个 他们欠这个 欠字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工厂到底是干什么的 真不清楚 农业吗 搞企划有什么用啊 不清楚啊 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 一顶生态农业开发公司 这个生产啥呀 会要企划有什么用 看一下 这生产什么 毅力节能股价下跌 生产画 生产画 肥的 起的这个名字挺浓郁 挺环保的 是吧 什么 鄂尔多斯 是一顶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看这个名字 以为是什么 搞什么白菜 茄子 辣椒 西红柿 对吧 那给人感觉很安全 又觉得挺可亲可爱的 是吧 实际上一看是搞化肥的 那就挺可怕的 道理 阶椒 油